林彥鳳怎麼看 我覺得講這個會議記錄公開就好 根本就在呼嚨別人嘛 這份會議記錄好 跟元大爭議這份公開了 那看得到什麼鬼嗎 我們只看到這個主持人不敢簽名而已嘛 然後呢三個這個元大的人通否認嘛 那那好 那包括像林彥鳳講的 就是說 你知道你 你要會 就是你這個記錄 這樣沒有辦法查明 就去查這個錄音檔 結果這途徑也斷掉啊 因為他說不曉得這個 針鋒處或是議會小組 應該要怎麼查這個潛在的投資人訪談的真偉嘛 所以他就去去調一些這個 因為當時是疫情的三級警戒 然後市府要刷身份證這個 才能夠進去的實名制 結果那紀錄28天之後就銷毀了 2020年的12月16號當天的 過28天之後就銷毀掉了 然後他去調月停車場的紀錄 也是一樣啊 也是被銷毀了 會議借用紀錄也沒有釐清 所以到現在為止根本沒有辦法證明 你這份會議紀錄是真的還是假的啊 可是元大用了兩次聲明去給你否認嘛 那我去問了嘛 這兩個人 就是說因為這兩個人是 這個案子是這兩個人 人受的負責去談的 但是他們要 既然要蓋那個數位 他這個元大的開發公司要支援 所以這個張得是支援的 主要是這個王林兩個人 他們兩個當天的情況是怎麼樣 12月26號上午11點多 元大公司接到這個市政府通知 你在內府的數位中心BOT案流標了 全公司就沸騰了 全公司沸騰之後12點 這個12號的16日的下午2點 全公司包括這個董事長級的 就跟這兩個人開會 因為下午4點 要去這個市政府 這個跟這些會談的人會談嘛 所以說你可以證明這兩個人 下午2點 根本就是在公司跟董事長級的人 以上開會 然後呢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你這簽到的部上面寫2點多 然後被那個 有時候會去訪問那個叫什麼 什麼灰的那個人 就是許什麼灰的那個人 就是說他證明他有跟這個元大談的人 他說他們是1點50分就到了 那他是見鬼了嗎 這兩個人跟董事長在開會 他們敢跑嗎 所以說然後他們是4點才去嘛 那4點才去 因為當時被流標的時候 他們很氣憤 所以全公司都瀰漫了 我就是要去談內湖這個BOT的這個案子 我怎麼會跟你突然 當天下午你幫我11點留 當天早上11點流標的案子 我去跟你談北市科的案子 我當然跟你下午約就是約 早上流標的案子是怎麼一回事嘛 所以從這種邏輯來看 你這份的這個簽到部裡主持人 也沒有簽名然後也沒有什麼內容 這要證明什麼鬼你給我看嘛 所以說我覺得說這個 我覺得我覺得現在這個 柯惟哲躲了幾天以後 他就突然變強了 旁邊就故意 大家就說你們兩個是不是有嫌隙 所以黃國昌就陪在旁邊 可是他一句話也不懂啊 一句話也不講啊 因為他什麼也不懂嘛 然後再來就說 你這樣子恐嚇有什麼用 因為今天把你用那個所謂的 貪污特利治罪 他雖然是他之案 但是你是被告喔 他之案通常會配合 今天是北檢在告他喔 而且是黑金組專長的喔 對 然後北檢現任總察長 另一個檢察長叫鄭明謙 準備520之後接法務部長 那柯文哲跟民眾黨的小草 我大概可以跟你們說說誰是鄭明謙 因為我碰巧有朋友認識他呢 首先第一個他做黑金的偵辦喔 長達20年喔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出手百分之百都中喔 目前還沒有大咖沒有中喔 第三個他跟他的手下 不僅僅是辦過你們現在看到的林芝廟 還辦過很多大咖的台灣大老闆喔 那我就不要在他們傷口上撒鹽了 有些人因此去坐牢是因為鄭明謙跟他的好學弟一起辦的喔 所以星光的同事有聽到這一段話 或者金華城的同事有聽到這一段話 要去做功課喔 我呢這個一心喔就是個善良的人 對 所以呢我就是 進到我對於專業的充分告知的這一個 這一個基本的資訊的傳達 那鄭明謙跟他的團隊 曾經追曾經辦過的大老闆 包含金控的大老闆 要去關的 大家自己去做做功課喔 對所以說一般人看到他自案覺得他沒什麼 可是你是被告耶 如果你他自案通常會是證人 那但是問題是他是用 他自案的貪污條例 貪污自罪條例 的被告的身份傳你 就比如說我覺得他已經有基本的調查跟資料 因為據說三月份就開始在調資料了嘛 所以說如果你是他自案的話是證人 如果你剛開始辦而已 通常他自案會配合證人 這種身份會比較 切合實際啦 但是他一下子就把你升級為被告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恭喜啊 科夫者你真的升級了 你告媒體的標題有什麼用 那你就去告標題的 告那個內容嘛 你敢告嗎 所以說我覺得說這個 這個東西我覺得 這個東西下面的發展就是 金華城跟星光的內部 對沒有錯 照常辦這個案子的 這一個承判的檢察官 除了會問科夫者之外 一定把星光跟金華城翻兩翻 這是第二件事 對啊就是 那再來星光跟金華城 如果配合調查 其實未必會有刑責喔 沒有我覺得金華城的態度呢 他敢罵從吳伯雄開始罵起 我覺得他真的不簡單啊 就像大巨蛋跟遠雄的時候 大巨蛋的時候是李樹德背了鍋 但是遠雄好像也有人被處分啊 那你這件事情 那今天的李樹德不但要吃勞飯 趙騰雄也在吃勞飯喔 對沒有錯 那我告訴你喔 那他說什麼絕情這樣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他是有一個玩弄的tricky 就是說我這個陳婷安我只是交半而已啊 那主持會議的他可以說彭政生主持會議 我只是遵照這個會議的這個結論說 說是可以給 所以我就簽了張說可以給 但所以說你現在就要看彭政生要不要扛啊 彭政生會不會像李樹德一樣 好好好免全力進我一下子幫你買酒 通通扛起來了 那製作勞就是彭政生啊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等一下喔彭政生像李樹德一樣的話 那趙騰雄就會沒事嗎 為什麼趙騰雄也有事 所以彭政生如果要像當年的李樹德 但是我不覺得彭政生會像李樹德 李樹德是馬英九一手栽培的 從台北市政府一直跟馬英九 他也許有那個情分去跟你做一個背鍋的動作 但是彭政生也是一個清清白白 他也沒有需要做官的人 我覺得他土石的機會 因為彭政生一切都聽柯文哲的嘛 那如果說你彭政生沒有柯文哲指示 你敢做這樣的裁定 你彭政生不要活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彭政生跟柯文哲的關係 像李樹德跟馬英九的關係 我覺得很難啊 所以說你說這個東西 就算你這個絕行章沒有馬上可以要執行 是彭政生開這個會 你遵照這個會來做的話 那也要問彭政生 願不願意幫你扛 說這對會議局 我是擅自決斷獨行的 然後獨裁決行 我就是要給君華城 那問題是得力的人是誰 是彭政生嗎 大家就不相信嘛 所以說反而是 大家就傳說 君華城是不是有幫 黃珊珊的資金或怎樣 這也是相對會查的 你講的那個朋友 可能也會查到這些事情嘛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你出 沒有還有第二層 還有直接的政治獻金 對沒有錯 因為這很明顯 這很明顯 都在那個選舉年之前給過啦 都是剛好選舉年的那一年 就是2020 2018 2020嘛 還有2022 2022這樣子嘛 就是選舉年給的 那你說的那個朋友呢 他剛好就是也是會把政治獻金納入 跟貪污是不是有關聯的 調查非常清楚金流的人 所以我覺得你 柯文哲你不用出貿人 而且他跟他的手下 是押了好幾個台灣金控大老闆 吃勞飯的人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